新一年開始,很多人想工作目標前,都會想到旅行目標 新一年當然要去日本看東京奧運 阿萊,現場看東京奧運,支持香港運動員,第一項要做什麼? 當然要訂酒店和機票 還有唱定日圓 花旗相信未來6至12個月,日元對1美元有機會升到104的水平 即是每百日元對港幣有機會升到7.5 今年外匯攻略,還有什麼要留意? 還有英國英鎊,讀書旅行經常有機會 大選過後,花旗相信未來6至12個月,英鎊有機會升到1.37美元 即是對港幣10.7,都有唱定先的概念 多人關心的澳市和家園方面,家園有機會升穿港幣6元水平 你去澳園,看實中美貿易磨擦,如果進一步緩和 分分鐘今年有機會挑戰五個半水平 要留意今年,如果大家去海外旅行也好 工作也好,讀書也好 記住要看實匯價,鎖定自己的外匯成本 叫作復末 吳乾燥 自動 人 roux 6 在 神 神